是指恒科西上游因为紧临溪流旁的道路 却因为沿线都没有路灯 晚上相当的昏暗 有民众反应很不安全 还有蛇类出没 在经货成形之后 市议员审发会服务处就在19号 这一天早上邀集了各相关单位人员 现场进行了会刊 就从小路走进来 紧临的这一条就是恒科西的上游 只见紧临的道路不宽 原本西边因为没有防护 民众骑脚踏车机车容易掉进溪里头 现在一长牌的护栏坐起来安全多了 不过还是有一个隐忧 就是沿线完全没有路灯照明 晚上真的好暗 都没有路灯 有更暗 更危险 有阻 现在路灯狗有阻的出没 所以说 我当地整出路 看路灯 就比较好 这一段道路将近大概 有两三百公尺 这个距离 因为这边比较昏暗 而且树草也比较多 还会有蛇虫出没 主要是因为 紧临恒科西旁的这条小路 平常行人 机车 脚踏车通行 但是除了在路口处 有这一盏路灯之外 一路走进去 两三百公尺 完全没有路灯 19号的会刊中 也要求改善 基于这个宽度的问题 没有必要说 用高的那种路灯 对牙的那种路灯 应该是用庭檐灯 或者是更低的 这种照明的设备 这样子来 应该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现在 第一个方向 我们跟里长协调 朝里经外面的经费来处理 如果里长这边经费 上还有困难的话 我们再找水利局 再请水利局来帮忙 因为这一段属于水利局所管车 在看了之后 也将在和里长协调 看看是不是在安排会刊 找水利局的人来 增设路灯或是警官灯 保障晚上通行安全 就成慧玲细致采访报道